灿述台风来势汹汹 周末假日也影响到东台湾 预计会带来猛烈的豪雨 正值花莲南区三乡镇市 包括了金针花季 瓦剌米步道等风景区 假日人潮众多 因此玉旅分局超前部署 宣导民众提早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 另外也在各个风景区 巡逻加强防台的宣导 参数台风逼近 玉旅警分局防台准备工作超前部署 不论大街小巷还是连锁超商 远景逢人就屈前做防台宣导 认真负责民众也高度配合 那个风比较大的话怕急死 然后就随时留意一下台风的动态 它持有些量纸 就避免断层面 尽量减少外出 我们就是聊到那个海边去吊宇观 然后就是手持保湿 玉旅警分局有建于南区三乡镇观光景点 尤其目前正值两座金针花季观光旅游旺季 每逢周末假日涌入大批的游玩人潮 而随着参数中台 这两天影响东台湾 警方也不敢大意 加强宣导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另外也在各个风景区巡逻加强宣导 维护安全 预理分局分局长陈卫文 除了是请大家随时留意台风气象资讯 也呼吁民众配合政府 疏散撤离指示 警方也将会全力协助居民疏散至避难处所 保障生命安全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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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